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律师 被囚禁在南非监狱的高墙后面 可是他毫无怨言 有人说那监狱是一座宫殿 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还有人说穿过监狱的大门 我们将冲破当前的禁锢 奔向自由 那是1907年 那位年轻律师就是印度的甘地 甘地带领印度人民进行了八年的非暴力斗争 反对种族压迫 他们走进了禁止涉足的领地 烧毁了发给他们的特殊证件 他们知道将会被逮捕 事实果然如此 甘地说 对于非正义就是要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斗争 这是最终取胜的法宝 他把这种非暴力的法宝称为坚持真理 以后的几十年里 在世界上的每一块大陆 都有被压迫者采用甘地的策略 为权力和自由而战 非暴力的意思不是不反击 而是用另一种武器反击 甘地的武器力量之大改变了二十世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正是罢工的气氛 在早上六点以前 我们开始分发传单 我随时可能被制止和逮捕 所以我心里怀着恐惧和不安 在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 愤怒地举行罢工 他们因为最近的物价上涨 和一个受欢迎的同事被开除 而怒火中烧 但是只有几个人意识到 他们的罢工将使自己面临 波兰共产党政府的权力镇压 人们开始大声叫喊 开门 我们正要去城区的地方共产党党部 接着我们知道必须开始唱国歌 这会使人们平静下来 我们不会再犯1970年的错 当时我们走上街头 坦克从我们身上撵过 每一个波兰工人都知道1970年12月的故事 罢工的人离开造船厂 游行到共产党总部 有六人被杀害 三百人受伤 他们的教训是 集体武装上街是没有用的 其中一名罢工者是27岁的造船厂电工 名叫莱赫瓦来萨 他因为是工会积极分子 而在1976年被开除 但是1980年 他又回来帮助组织罢工 在1970年以后的十年中 当我还是造船厂的工人领袖时 我一直在想在哪里犯了错误 如果命运再给我一次机会领导 我应该怎么去做 这一次瓦来萨和其他罢工领袖 进行了详细规划 造船厂的许多人都知道他 而且喜欢他 他宣布 我们将占领造船厂 我将最后一个离开 罢工绝对不会使用暴力 这样政府就没有借口开枪 罢工委员会占据了 瓦来萨那个部门的餐厅 他们的第一步 是确保罢工的消息 不会被当局查尽 造船厂的护士 阿琳娜·皮恩科斯卡 与华沙工人防卫委员会的 雅采科·库隆通过电话联系 然后库隆将新闻 发给自由欧洲电台和BBC 由于这种安排 世界可以听到我们的情况 不仅仅是世界 还有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家属 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们的丈夫 父亲或儿子没有按时回家 而且这次通话 使得格旦斯克的人们组织了起来 在星期五早上 罢工扩大了 公交停运 港口关闭 22个工厂的5万名工人 在举行罢工 政府担心罢工会蔓延 切断了通往波兰其他地方的电话线 但是已经太晚了 整个波兰都知道了 格旦斯克的罢工 在餐厅 罢工委员会列出了 经过深思熟虑的条件 他们为罢工工人准备了传单 第一个条件 就是有权力组织 不受控制的独立工会 有权力罢工 这些史无前例的权力 肯定会遭到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拒绝 星期六 造船厂的主管 接到了上级共产党组织的命令 准备开始谈判 造船厂答应了 大幅度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除了独立工会外 什么都答应了 但是当进行表决时 资方使共产党官员挤进了委员会 条件被接受 工人们开始回家 当数千人走向大门时 刚刚被解雇 但是因罢工协定而恢复工作的 安娜·瓦伦蒂诺维奇提醒工人们 这个方案抛弃了其他加入罢工的工人 那些支持我们的工人怎么办 有四十家工厂 这些人怎么办 我感到窘迫 没有希望 我们该怎么办 护士阿琳娜·皮恩诺斯卡冲向正门 试图阻止这些工人 他恳求他们留下来 有一些人聚集起来听他讲话 如果我们确实想要组织独立工会 如果我们确实想对资方施加影响 我们应该跟其他人团结起来 也就是继续罢工 几千人回家了 但是阿琳娜说服了几百人 他们将首页来维护罢工的继续 那个晚上 他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组成一个跨工厂的罢工委员会 代表波兰的所有工人 这个委员会要把他们的力量 扩大上千倍 建立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 从未有过的民众权利基础 星期天早上 工人在正门里临时做了天主教弥撒 数千名城镇居民聚集在门外 正门被鲜花 支持他们的流言 和波兰籍的罗马教皇的照片 装饰起来 这样的支持是罢工者始料不及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格旦斯克的民众 会做出如此反应 这使我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 因为我意识到 我们很可能会做成一些事情 跨工厂罢工委员会 发表了21项要求 这个文件激励了其他城市的工人 其中一人是华沙附近拖拉机场 27岁的电工布亚克·茨比格涅夫 我们突然得知格旦斯克在罢工 我们读到了21项要求 用一句波兰的成语 准确地说 我们感到仿佛于神童在 突然感觉到 在自己的手中有一个工具 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 必然会产生极好的结果 在格旦斯克 那些在造船厂里度过周末的罢工者 得到了回报 15000名工人回来了 重新加入罢工的行列 跨工厂罢工委员会等待对21项要求的答复 在这期间 更多的工厂加入了罢工 共产党绝不允许任何力量独立存在于它之外 工人们是在跟这样一个体系较量 而且在逐步占据优势 每个地方的工人们都在效仿格旦斯克的榜样 待在工作单位以减少威胁 我们不会卖出大门 因为那样很容易会激怒当局 激怒后就会召集警察和军队 我们想避免这些情况 我们知道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这些人创立了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而且他们获得了成功 第二周开始了 罢工者每天发表公告 取名为团结 并为长期斗争做准备 你可以说在造船厂里 有第二个波兰政府 我们能感到一种幽默 我们有通信大臣 社会福利与薪水大臣 负责收集资金 有财政大臣 负责保管从许多公司那儿收集了的钱 还有安全大臣 负责所有的保安 守护栅栏 还负责食物 一切就像时钟 配合得像一块瑞士表一样 斜条 耐心给了他们力量 到第九天 跨工厂罢工委员会 已经成为波兰所有地区和工业界 三百七十所工厂 近五十万工人的代言人 政府的谈判者来到了造船厂 长时间的僵局看来要结束了 鹅蛋斯克的省长 耶日科沃杰伊斯基 也是谈判组成员 有一些人在鼓掌 很高兴来了一个大官 一个省长到造船厂谈判 另外一些人在诅咒 发出嘘声 对我辱骂 我毫不怀疑我是带宰哥的羔羊 工人们要求所有的讨论 都通过造船厂的喇叭广罗 必须允许波兰新闻媒体 报道罢工和谈判 政府在对峙了十天后 来到了谈判桌前 事与愿违 结果是罢工者利用着十天 壮大了自己的组织 加强了跨工厂罢工委员会的力量 使人们确信 如果不跟这个委员会谈判的话 就不可能结束冲突 现在是波兰第一副总理 米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 面对莱赫瓦莱萨 一个37岁的电工 雅盖尔斯基是一个习惯于 麦克风和照相机的人 而瓦莱萨说他自己是一个简单的工人 依照良心办事 当局将罢工的人成为叛国者 现在派了一位副总理 与他们谈判 罢工委员会很小心 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苛刻 这场斗争就失败了 而且苏联的军事干预 是非常有可能的 军人一方的谈判者 一点也不慌张 他们已经占据了主动 正逐次讨论有关 独立工会的措辞 政府想谈的其他问题 他们置之不理 发工者的战术如下 我们必须得到建立自由工会的许可 其余的事就迎刃而解了 瓦莱萨说 总理先生 让我们不要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细节 我们必须要有的是一个自由的工会 在近两周的谈判中 瓦莱萨定期向工人们做汇报 他这种征求意见 以取得共识的开放作风 在波兰官方的工会中是不存在的 工人们的这种团结 就连他们的对手也看得清清楚楚 以前还没有这么果断的罢工 带着这样必胜的决心又这么团结 我们深信 我们一定要胜利地离开这个房间 这不仅是跨工厂罢工委员会的信念 也是我们周围所有的工人 还有几十万造船厂周围的群众 他们的信念 这一切产生了影响 坦率地说使我们变得温和 确实如此 工厂闲置所造成的压力 给罢工者带来了有利条件 在格旦斯克 价格昂贵的机器和没有造完的船只 成了罢工者手中的抵押品 当局越来越急于恢复生产 于是逐渐让步 星期天8月31日 协定已经准备完毕 等待签署 他们赢得了增加工资 每周五天工作日 放松新闻监督 自由工会 以及罢工的权利 宣 commander 爹所以主持ת了 全任人 爹 Triburn 看到协议签署 我们立刻意识到 这仅仅是第一步 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与时间的竞争 从现在才开始 而且 与其他党派 以及当权者的真正斗志 正在开始 因为我们很清楚 他们虽然在签署协议 但是立刻就想违约 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瓦莱萨与瓦伦蒂诺围棋 周游全国庆祝他们的成功 他们招募新的成员 创立了数百个地区性的团结工会 四个月的时间 团结工会的会员增加到一千万人 因为他明确地关注波兰工人的福利 也就无法避免一个明显的事实 他的存在就是对共产党霸权的挑战 我感到从一开始 另一方就在准备打击我们 但是当他们做好准备打击一百个组织时 那时已经有一千个组织了 当他们准备好打击一千个组织时 数量已经不是一千 而是一万个组织了 而且 不是只有十万名会员 而是一百万 再往后就是一千万会员 团结工会必须迅速成长 这样当不可避免的反击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强大的无法摧毁了 工会活动人士受到骚扰 他们的报纸被审查 办公室遭到袭击 工人接到命令 一个月中有两个星期六去上班 这是对协定的公然违背 团结工会开始反击 在工会建立一年后 瓦莱萨再次当选为主席 但是团结工会开放的民主结构 使它内部的极端分子 和外部的敌对力量有机可乘 有一些特工人员 甚至现在你都能从初代上 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在火上浇油 声称要召集十万到二十万的群众 在华沙举行示威 然后就进行肉搏战 显然当局已经无路可走 要么放弃权力 开始民主选举 要么动用坦克 把我们关进监狱 1981年12月11日晚 共产党当局突袭了团结工会 全国领导人的会议 整个主席团在宾馆被捕 随后的两天 团结工会的活动者 被几千名警察围捕 12月13日 宣布了戒严令 在他们打击我们时 我说了这样的话 就在此时 你们输了 我们赢了 你们给共产党的棺材 定了最后一根钉子 戒严令等于承认当局 已经失去了人民的认同 只能依靠高压实行禁令 说明当局已经完全失去了 说服民众的能力 尽管工会被取缔 对工会的支持 一点也没有减少 团结工会成为一个 非暴力抵抗运动 并注入了波兰的爱国精神 在失去了中央领导后 团结工会依靠 几千个小组织而存在 这样的小组织 多得无法镇压 他们的地下印刷出版业 将各个小组织团结起来 他们既抵制 又不理睬国家力量 我知道这是我斗争的办法 我不怕你们 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 你们可以杀了我 但是你们无法战胜我 所以斗争会继续 会持续一段时间 会有一些代价 但是我们会赢 经过七年的时间 镇压造成了表面的稳定 但表面以下已经腐烂 1988年夏天 稳定崩溃了 物价上涨 实物匮乏 和配给制 使国家处于瘫痪 新的罢工潮 已经超过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当局提出 如果莱赫瓦来萨 可以通过谈判来结束罢工 团结工会就可重新合法化 三天之内 整个国家就恢复了运作 团结工会证明 它是一个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力量 1989年2月 团结工会 政府 共产党 以及教会 开始了关于波兰前途的圆桌会谈 经过两个月的谈判 他们在独立工会 新闻自由 以及议会选举上达成共识 在两个月的竞选活动中 团结工会的候选人深受欢迎 但是没有人预料 他们会驱逐共产党 1989年6月4日 波兰举行了60多年来 第一次公开的民主选举 当晚 在莱赫瓦来萨公寓外面的广场上 胜利者在举行庆祝 团结工会 以十比一的优势击败了共产党 如果他们仅仅让自由之门打开一个缺口 我就会把靴子放进门里 使他们无法再把门关上 成 jobb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尝 每个周末他们都在埋葬死去的人 去年有关青年黑人被警察枪杀的新闻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司空见惯 这被称为起义 数百万南非黑人加强了他们争取平等的斗争 为了结束种族隔离这种合法的歧视 保安部队最近在黑人城区突然变得很凶 成为愤怒的黑人年轻人挑衅的目标 甚至无辜的旁观者也被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 而且所有的死难者都是城镇的黑人 这样的流血震惊了新一代的黑人居民领导 他们组织起来寻找更加有效的反击方法 在伊里沙白岗27岁的默克哈斯利·捷克 十几岁就成了年轻的组织者 城镇居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 赤手空拳的年轻人与警察之间进行了严重的对抗 而且警察毫不留情地开了枪 后来我们说 得把这些警察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不能让战斗在我们的城镇发生 要转移到他们的家乡去 两英里以外 伊里沙白岗的大多数白人不知道发生的冲突 白人拥有的报纸和国家控制的电视台 没有报道城镇的骚乱 但是有几名白人加入了反种族隔离运动 其中之一的珍妮特·雪莉 是一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 在上大学期间 就是被取缔的非洲国民大会的地下会员 我们的想法是 必须使斗争转移到白人聚居的地区进行 倒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 而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只有在城镇以外造成影响 才会使这个国家真正受到冲击 黑人的公民运动一直在成长 1983年 创立了联合民主阵线 在全国覆盖了超过600个地方上的公民运动组织 包括街道委员会 教会团体 运动队和女子俱乐部 随着这个组织不断地扩大 不断地扩大 保安部队又想镇压这些人已经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在这些社区里有了强大的抵抗中心 然后慢慢地使每个人都参与到为了公平和正义的斗争中来 慢慢地每个人都看到了她的角色 1985年5月 几名中年妇女来到伊丽莎白港的黑人公民组织 建议联合抵制白人的商业 消费者的联合抵制有可能帮助达到默克哈斯利捷克的目标 第一次向白人社区施加压力 组织者只有几周的准备时间 必须要说服50万人只在黑人城区购物 准备工作就是要告诉城区的黑人商人 让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 希望他们储存基本的生活用品 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斗争 美洲的出殡是政府唯一不禁止的公共集会 组织者们利用这一唯一的机会 动员人们支持抵制购物运动 在联合抵制运动的两天前 默克哈斯利捷克是主要的发言人 我会说他们可以带来我们的事情 但Monday是一阶 Monday是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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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on't fire in town on Monday We won't fire in town on Monday We won't fire in town on Monday We won't fire in the park of Monday on Monday 那天早上一切如故 但是到了十点 差异就很明显了 在北部 平时熙熙攘攘挤满了黑人顾客的商店 此刻空无一人 特派观察员报告说 联合抵制购物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实施 联合抵制是历时十个月斗争的最新策略 仅仅经过五天 就证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武器 该策略传播到了其他地方 成为种族隔离体制的真正威胁 这些事物的所谓 再次是据制的 Public Security Act 按钮31953 许准备 一种状况在这些域下渠 celebrを 含了这些地链 Port Elizabeth Albany Eutenake Craddock Cirkwood Somerset Adelaide Fortutherford Deford 南非军队进驻了这些城镇 进出受到限制 白天夜间都实行戒严 几百人被捕 年轻男子被挑出来毒打 但是镇压并没有削弱联合抵制 安全部队逮捕领导人的方法收效甚微 大多数领导人远离他们的住处 隐姓埋名 散布于几十个街道委员会和公民会中 如果他们宣布紧急状态 他们就已经惊慌失措了 他们这样做就说明我们的行动在产生效果 他们能感到我们的到来 感到我们的到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 紧急状态说明 他们为了使种族隔离苟延残喘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 我们那时就知道了 我们使种族隔离体制陷入了危机 是我们在那里因实力道 不断给它一个推动力 就在前三周商店开始关门 你能相信吗 那是自由的庆典 当我们听说有一个商店关闭 我们就庆祝一番 谢谢 然后另一家店也关了 关吧 谢谢 默克哈斯利捷克藏起来以免被捕 他从一家搬到另一家 与联合抵制委员会商议如何利用他们的成功 他们在要求中增加了新的条件 不满足这些条件 他们就不停止联合抵制行动 我们提出了具体要求 当时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 比如像所有种族开放公共康乐设施 让军队从城镇中撤出 提供当时没有提供的一切条件 并结束在工作地点的歧视等等 而且我们还有长期的要求 你知道 比如讨论曼德拉的自由 哦天哪 这可不容易啊 我的孩子 其他人会阻止我们 不不 这个别提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直等到痛入骨髓了 不然抵制为了什么 我们耐心地等着 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什么 而对方会损失惨重 后来商会终于说 我们必须与他们谈判 在与捷克及其他联合抵制运动的领导人会谈后 商会会长接受了记者采访 多年来 捷克已经成了著名的年轻领导人 现在 他这个联合抵制行动发言人的角色 使他成为对当局的严重威胁 他是一个极端的导弹分子 一个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 洛伦斯·杜普莱西斯上校 是东开普省的军队情报部门主管 他们并非在真正犯罪 如果他们不想购买 如果他们不想从别人那里买东西 这不是犯罪 但是这是大规模的行动 而你能做什么 你不能把所有这些人都毙了 都关起来 他们的做法很有效 这种行动是甘地发起的 叫做消极抵抗 当安全部队意识到联合抵制 无法瓦解的时候 他们决定采取行动 8月2日晚 莫克哈斯利·捷克 以及联合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被捕 被带到圣奥尔巴尼监狱 一旦政府决定将所有人投入监狱 你就会想起 在1985年 有三万人在紧急状态的名义下 被投入监狱 一旦你除掉了领导人 那就造成了更加绝望的状态 结果就会面临严重的混乱事态 你知道 政府就是把南非推向了这样的经历 年轻人由于愤怒而表现出的暴力 现在危害了这场和平运动 没有多少人勇于发出危险警告 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 是其中的一位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我们的教育 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之后 на那种效 хоть 你和我 乎我们需要 能量аш qui 身World 身在肩胀 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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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手法 遵守 哪一句 与厅 含 za历史 事 当局监禁了莫克哈斯利·杰克 以及他的同事 也断绝了通过谈判 结束联合抵制行动的可能 到9月 伊丽莎白岗的零售商已经绝望 杰克突然获得了强大的白人同盟军 我是说 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 寻找这些被描述为恶棍和暴徒的人 现在这位商人说 这些领导人受到了冤屈 如果他们犯了罪 那就让他们面对法庭 审判他们 判定他们有罪还是无罪 不要只是把他们关起来 联合抵制进入了第四个月 数千名黑人仍然到白人拥有的商店去上班 但是他们不买东西 白人商人一直在谈判做一个交易 如果他们可以安排黑人领导人获释 联合抵制就暂停 我们并不想与这些白人对抗 我们的想法仅仅是借词 使白人了解我们的观点 而且你看到 如果停止抵制行动 就会达到两个目的 那些支持者需要为圣诞节购物 这种压力会给我们内部的团结造成裂痕 所以我们暂停抵制是一箭双雕的 既挽救了那些白人 同时又为下一次斗争维护了团结 商人开始与联合抵制委员会进行严肃谈判 圣诞购物季节恢复了正常 莫克哈斯利捷克与他的同事 定了一个最后期限 如果他们的要求在3月31日仍然没有满足 联合抵制行动将重新开始 他们的短期成功 给了伊丽沙白港的黑人一种信心 他们的领导人已经从监狱获释 军队已经后撤 但是当最后期限接近的时候 他们在政治要求方面却毫无进展 于是他们准备新一轮的抵制行动 出乎意料的是 3月11日政府给两个民众领袖颁布禁令 其中一个就是莫克哈斯利捷克 禁令以监视居住的方式执行 这就终止了谈判 当时国际上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揭露这已经不是种族隔离 小规模的种族隔离 这完全是法西斯主义 因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被取缔 每个人都被限制自由 如果你记得当时的情况 你知道大公司都在撤离 这是很尴尬的事 美国和欧洲正在辩论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 许多政府不同意 声称对国家的制裁会更多地伤害普通民众 而不是政府 但是现在 当南非黑人呼吁西方政府实施惩罚性制裁后 由AT&T IBM 通用电器 福特 通用汽车 以及可口可乐为首的大出逃开始了 3月22日 最高法院取消了对默克哈斯利捷克的禁令 称政府未能给出足够的理由 离新的联合抵制计划开始还有9天 这个胜利使该运动更具活力 捷克撕掉了他的禁令 他们在庆祝活动中加强团结 因为他们面临着新的斗争 购买 联合抵制行动开始了 将持续九周 然后是惊人的一幕 安全部队快速搜捕了黑人城区 逮捕了数千人 政府悄悄进入紧急状态 一连几个小时 警察袭击黑人领袖的办公室 工会 联合民主阵线 以及南非教会委员会 抓人并没收文件 在议会大厦前的和平抗议者 被驱散和逮捕 镇压开始16小时后 伯塔总统在议会讲话 他引用了情报部门的报告 说非洲国民大会和共产党 即将举行武装暴动 这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第二个紧急状态 在三年内 每年都要重新宣布紧急状态 这样做等于承认 镇压成为国家的重要功能 反种族隔离的力量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没有被消灭 他们没有令政府倒台 但是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 已经粉碎了政府的合法性 种族隔离体制再也行不通了 强大的力量开始移向黑人社区 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 结束种族隔离 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的 现在还没有一个原则性的 反对使用暴力的立场 都知道非洲国民大会在搞武装斗争 但实际上是联合民主阵线的行动 大规模的组织群众 给南非带来了真正的变化 正是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 给政府施加压力 最终不得不改变 我是说 这导致了僵局 政府无法应对这个僵局 德克勒克在伯塔被迫辞职后 于1989年成为总统 德克勒克迅速行动 取消了政治组织的禁令 并下令释放已经关押了 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 因为拒绝放弃武装斗争 曼德拉的刑期延长了几年 在那段时间 一个自信的民权社会 把允许种族隔离存在的被动状态 一扫而空 就我看来 武装斗争完全失败了 人民 是人民带来了变化 还有来自海外的压力 最终使人们明白了 人们认识到 我们采取暴力是行不通的 这就是为什么德克勒克 采取那样的行动 1993年 纳尔逊曼德拉和德克勒克 因为协商保障所有南非人 获得平等权利的宪法 而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们将很快在南非的 首次民主选举中角逐 这些人 在他们的一生中 还从没有投过票 他们的父辈 以及祖父辈也没有 在南非 反对种族民主选举中的 在南非 反对种族民主选举中的 在南非 反对种族民主选举中的 反对种族民主选举中的 其实 不是 而是人们想获得自由的决心 一旦他们决心已定 他们信念坚定 就没有什么 能够阻止他们 是人们想获得平等权利的宝贝尔和平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